歡迎收看WEB TV 網羅大明星 大家好 我是冰王洪恩 我是羅文宇 好的 哇 今天這個氛圍 真的 一定有雷鬼的曲風 而且呢 這位來賓是你的好朋友 我想他今天會不會唱他的經典歌曲 結果沒有 那他不唱我們來唱了 好不好 OH MY GOD 咱們還是保持豔羊吧 我還是熱愛熱身 我還是快快看我的保持吧 耶 歡迎我的好兄弟 馬赤卡 耶 歡迎 發行全新的專輯 對... 你看... 真的...來一下 來... 這個風格真的 把他的曲風跟音樂結合在一起 所以那個... 然後整個氛圍我覺得也很像電玩 有沒有 而且有點像老電影的海報的感覺 對... 這種感覺 這次的創作概念 跟上一張比較一樣不同的是 我覺得這一次喔 一樣就是 Reggae的元素在 然後但是我這次嘗試了很多不一樣的 比方說跟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今天一定要好好讓他唱一下 好不好 不如我覺得出個考題啦 給你幾個和弦 那你就用唱的介紹你這張專輯好不好 歡迎馬斯卡 我的名叫MATGKA 我來自台東的一個小地方 這次我帶我的新專輯 來到皮庸的車場唱歌給你聽 不要因為我只會唱一朵花 到現在為期唱三朵花 我的天啊 我希望這次的專輯可以給我一個非常精采的威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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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就要聽我的專輯 MATGKA 就馬斯卡 Yeah 掌聲聲聲聲 common 欸你看 是不是 有沒有 新專輯有一首歌 I'm sorry I'm sorry 感覺你很了解女人耶 沒有 這個是綜合大家的經驗嘛 比方說鴻翁哥的 我們會常常聊天嘛 就是在講 我們男人會遇到很多誘惑嘛 對不對 就是你要守住本心嘛 哦 就在講這一件事情 原一部分是講你自己 沒有啦 不過MV真的很用心 拍得很棒 電影的感覺 有意思 他們一個倒數法 他有意思這個MV 我完全猜不出來 這什麼故事 連我自己都快看不懂 親愛的 I'm sorry 千萬別怪我不解風險 因為我已婚 親愛的 對不起 對不起 我知道你年輕漂亮又美麗 Sexy 我還是愛我的Lady Yeah 聽她這樣唱歌我完全不想停下來 真的 我覺得那個氣氛 我們這個車可不可以開天窗 真的 是不是 沒有辦法句子句調整個 你對她的認識 她是真的很懂女生嗎 以我這樣做好朋友的立場去看 她其實反而是一個 我覺得是很純情的男生 那我們節目有一個考驗 對 看你是不是真的那麼了解女生 女生最討厭男生說什麼 都是我的錯 OK 第二個 我前女友都不會這個樣子 第三個是什麼呢 你幹嘛生氣 好 第三個 你幹嘛生氣是不是 對 應該不是吧 不是 親愛的 I'm sorry I'm sorry 重點是 重點是 我自己 對 跟自己太太吵架的時候都是 因為你幹嘛生氣 然後反而弄她越來越生氣 好 所以每個人真的不一樣 女生暗戀時 最痛苦的瞬間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 對方斷言我們只是朋友 第二個呢 明知道我暗戀 她卻不知道 然後第三個呢 傻傻等待對方聯繫 我覺得是2吧 我覺得是1耶 對 我看到答案 答案是2 你看 親愛的 I'm sorry 你給我一個交代 而且我這次在聽影專輯裡面 你說情歌比較多 確實有請到 有一個中版的那種搖滾 有 這個 死心不敢這個名字 這首裡面 我覺得會重喔 大概是我 一開始聽裡面印象最深 你死心不敢 我只剩事外 不說是一種呼喊 愛也許是種平台 一起唱 我是心不敢 我是心不敢 害你只剩事外 這個問題一直在 來到是一種活該 好 來另外一首情歌 情歌啦 情歌喔 這首歌其實我是在講 包括我自己喔 順便很多人其實都沒有經歷過 求婚的這個階段 對 就結婚了 所以這首歌 主要是除了謝謝對方 肯嫁給你自己以外 然後再補上那個求婚 我也會 用力 牽你的手 不過這張專輯還有一個特別的企劃 滿酷的 你竟然跟小S 對 怎麼會有這樣的合作呢 早晨瑜伽 其實這首歌我在寫的時候 我腦子裡面想 就是他 對 他那時候跟我講 沒有人可以 沒有第二人選 真的 這個跟小S的合作呢 真的那個歌 真的很有趣 對 可以像舞蹈啊 對而且特別我是用 奧斯庫的方式去呈現 他的 他的音樂 他的音樂是 我是用那種 80年代的 有沒有 他叫popping blanking那種的 他的beat 他的節奏 他很會跳舞耶 你真的嗎 他是熱舞社的社長耶 這個都挖到 挖到 拜託 不如 真的 前面有一塊空地 教我們跳舞 真的啊 可以嗎 1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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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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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